7月4日來自中國30個省自治區 即刻市價1,000多名孩子的父母 在網上發文求助 說他們的孩子在接種中共國產新冠疫苗後 集體確診為一型糖尿病 孩子要終身注射胰島素 身心備受折磨 這位孩子的家長 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他的5歲兒子今年3月接受中共國產新冠疫苗注射 孩子的血糖水平在接種疫苗前是正常的 接種後才出現異常 這個與近期數以千計 離彎糖尿病兒童的情況吻合 其實早在今年5月就有600多個孩子 疑似接種疫苗後集體確診為一型糖尿病 家長在網上發聲沒多久 就遭受到全網封殺 當時很多國內知名的醫學專家 也曾經公開表示 沒有證據表明 這個與疫苗有關 家長基於對孩子們真實情況的發聲 但是就被打成謠言、陰謀論 冠狀病毒跟糖尿病之間 確實存在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他們打這個mRNA疫苗之後 他的血糖多半是升高的 無奈之下 家長們不得以再次求助 並在民眾最後強調 懇請有關部門不要刪貼 希望討過公道及講法 香港 香港 世界 世界 香港 世界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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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香港 香港